再过十几天就选举了 今天一大早 县长崇光复率领党团干部 在中华路三只海豚路口列队 向往来通勤的民众拜票问好 力拼澎湖民进党总统区域立法委员 以及不分区立法委员政党票开出红盘 县长崇光复表示 总统和立法委员大选已经进入了倒数阶段 一步一脚印来努力为选战奋斗 虽然民进党总统以及立委提名人 都是一时之选深获民众认同 身是看长 但没有开票日没人敢大意 希望透过站路口拜票方式 努力争取选民认同 为民进党的选举增添助力 兄弟拜托 因为选战线 纯九几十几年 所以说 拜托 这关系到台湾的建筑 坚持的幸福 我们一定要选中的人 要走中的路 如果没有台湾 去强权 罢管的人 骚扰 兵吞 这对我们国家是非常危害 到底有什么人 我们去到台湾 差不多都说一个都来 我们副管长 立委 议员 我像议员 几岁 马公市长 这种重要的 幹部 专门主委 帅长 我们有在两三个路口 比黑塞也有 在这里有 分开 过来 当时在拜托 那这时候选择这种路口 这就是我们平洋 出入最重要的 一个 专业的路口 所以 我们要去 外地 还是外地 要进来 这种路口 甚至跟这些路口 就越难 另外挑战四联霸的立委洋药 不仅是民进党 澎湖精神领袖 更是道道地地的澎湖金纳 每日在澎湖与台北大飞机通勤 立法院开会 成为了立院的公务人员 多年来 为澎湖争取的建设 以及医疗提升 各界有目共睹 其他参选人 吴正杰 从胡锡出发 当过议员 以及乡长等历练 他也在该路口 站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向乡亲拜票 同样是参选人的 陈慧娟 当过老师 他也是每天一大早 在路口 向民众拜票 三位候选人 每天一大早 在这个路口拜票 也让这个路口 每天都非常的热闹 记者 陈荣誉报道